5. 明報 省大業者致勝關鍵 2015年7月14日馬經 十馬上任中橫江完成了2014-2015年度馬跪 見證了騎鏈都改朝換代,莫雷拉成為新一代贏馬機器 而且贏馬威力大幅超越前人,一下只在一個賽季贏到145場頭馬 事前無古人的紀錄,足足拋開第二位的潘頓50場之多 成為一人獨大,遠遠將各參賽騎士彈奈 十三屆冠軍騎士偉達,前季2013-2014年以冠軍地位不保 退落第三位,勝88場,剛過去的一季名次型排第三名 但頭馬再減只有74W,前駕2013-2014年冠軍騎士潘頓勝出112場登頂 但剛過去的賽季,完全無法招架莫雷拉旋風 全季潘頓都要追落後,但如追距離越遠 跑完一季勝95場W,實在並不差 指示埋單計數以落後莫雷拉50場之多 這樣的距離,屬於無德鬥,大人與小孩怎可以拳腳比並見高下 大摩綠葉騎士扶持真實情G 潘頓與莫雷拉騎攻並非相差太遠,也各有自己一套攻力 雖然莫雷拉在多方面都首勝潘頓,本來是六四之間的距離 但莫雷拉得大摩與賽約翰重用,這兩位連馬師在成績表上分裂官 也各自重用莫雷拉,大摩全季勝70W 莫雷拉為大摩贏了一半頭馬 這個冠軍是莫雷拉的功勞 而賽約翰全季勝63場,由莫雷拉勝出38場 事實上莫雷拉對賽約翰爭冠軍,付出更多努力 可惜其余騎士幫不了賽約翰 若其余騎士合力貢獻與莫雷拉相同的38場W 則今屆冠軍連馬師是賽約翰 可見莫雷拉雖是做王者,即為賽救贏馬多於魔救 而冠軍連馬師成大業者,至性關鍵要六業扶持 有數字看見莫雷拉為賽救贏馬多於魔救 但冠軍是魔救,即是大摩除了還用莫雷拉 亦向各方騎士招手 而貴內為大摩見宮的其餘騎士所勝投馬全部單位數 同一程亦在賽救出現 貴內為賽救見宮的其他騎士 所贏頭馬都是單位數,這兩個馬防爭冠軍之勝負分野 不是比並主力騎士的貢獻 而是比並輔助騎士的頭馬數量 就看大摩用無私義贏出六場W 但賽救只在薩科入才有一匹敬福星由無私義騎 國能為大摩贏出五場W 但國能跑足全貴 直到6月27日才首到騎賽救馬滿堂紅 然後到上周山谷草薩科夜 騎第二匹賽救馬超順唱入位 賽約翰殺了冠軍 因為輕時陸業的威力 到醒五時已到終點了 但大摩早已找到一批有能力的陸業出擊 最終陸業成任大修成 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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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